首先 首先也是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 今年的这个DevFest 然后呢 也是受到我们疫情的影响吧 影响我们转到了线上 当然了我也受到 同样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 我现在出差 但是我现在被拉到了隔离酒店 所以这个网可能不太好 这个酒店人口比较多 站的态关比较大 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掉线 或者卡顿的情况 希望大家能理解 这马上到1024了 过两天到1024了 希望这个什么代码知识能够保佑我们 希望我们这个直播能够顺利的静下去 不要把我卡下去了 这是希望大家量解这件事情 然后这次呢 这次大家带来的分享是关于 Deep Link 然后Deep Link在这次安卓12的版本里面 其实是做了一个小的修改 然后前段的时间 在它的那个谷歌的文章文档上 我对商业部分做了一些更新 这块更新会比较小啊 它们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可以说是微乎其列了 但是Deep Link呢 在我们平时的这个商业业务实现于各种转化率上 其实是会带来非常大的作用 它的商务的这个带来的业务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这块呢就想着把这块的内容再拉揣给大家稍微 就讲一讲 就包括这个Deep Link的 它的是什么样子 干什么用的 它的应用的场景 还有它的商业的价值 它是如何去实现的 以及在安卓12里面会有什么不同 一些改进的内容 以及在我们用Deep Link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遵循一些最佳的实践 以及它可能还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安全的问题 我们如何去考虑这些安全的问题 都会在这次的分享给大家进行一些讲解 OK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首先我们就讲到Deep Link Deep Link 那它就是一个Link的吧 Link是名词 Deep是形容词做修设的用 它本质上还是个Link 那既然是个Link 那我们要看一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就像我们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要看到它的外貌 那我们就把一个Link拉出来看看 它是由哪部分组成的 那简单来说 那一个Link它就是一个字符串 它的作用是把我们带领到一个某一个地方去 那这种字符串的形式 它是以这种URI的这种形式来组成的 这URI就是统一 统一资源标识符的这种形式 而且每一个URI它是有多种元素构成的 它主要是有 我们这次主要讲的是这种关于 SCHEMMA AUTHORITY 还有PATH 这三部分的内容 在我们这个DeepLink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DeepLinks 它这样一个分级的一个结构 就在我们的目前的安卓系统里面 其实这个DeepLink是有主要大的 有三种不同类型的DeepLink 它们而且它们是一种有层级的关系的 目前最外层的就是这种DeepLinks 然后它会处理所有的URI 并且它是能够支持我们的自定义的SCHEMMA 然后下面它里面这一层是WebLinks 然后它也是一样的 但是它主要是负责处理 以HTTP 还有HTTPS 为SCHEMMA的这样的一个链接 它是一个DeepLinks的一个子结 然后再往下是这个安卓APPLinks 它是可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WebLinks 它它是 而且它是能够一种处理什么 AltVerify这样属性的一个WebLinks 它可能是有一种效应的属性在里头的 我们可以从这种层级关系上 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每一集里面的每一集都是外面的每一层的 这种的一个特例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就来每一分级来看看 每一个DeepLinks 他们的这种对于我们的SCHEMMA Authority还有Path 都有哪些特殊的一个要求 在对于DeepLinks来说 它的SCHEMMA 它可以使用一个标准的SCHEMMA 比如说HTTP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自定义的SCHEMMA 然后那个Authority 这部分我们建议 大家都使用我们的这个域名的一个结构 是非常常见的 这样是因为我们用这个域名的结构的话 是有助于明确这样的一个链接 它的归属权道的实用 就是说明我们这链接是属于哪一个组织结构的 后面这个Path通常是在这个 是用来在App里面是配置这块的具体一个逻辑 就根据这样的一个Path 我们可以调整到一些不同的或者特定的一些页面 这是三部分的组成 比如说我们这次在讲解这个DeepLinks的时候 会使用一个简单的一个餐厅的一个App 这个链接也相当于是我们这样一个App里面 会取到一个Demo的一个DeepLinks的链接 这个链接它最后的Path是这个Locations 也就是表明我们通过这个链接会跳轮到一个列书所有餐厅的 这样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列表里头 相当于是一个具体的页面 刚才也介绍到这个DeepLinks 在Wire线这个DeepLinks里面 它是支持这种自定义的Skima 然后可以让用户在访问我们这个App里面说 根据我们自定义的内容会更加有时候会更加有效率一些 那DeepLinks它不会说是注册在 集中注册在一个某一个地方里头的 类似于像注册表达的地方它是没有的 它是在每个应用它自己里面进行自己的这种自行的注册 然后声明自己可以处理某些特定类型的一个DeepLinks 当我们点击了一个这样一个DeepLinks的时候 它这个DeepLinks就可能会有多个程序 手机里面可能会有多个应用程序 都可能支持这样一个DeepLinks 这个时候系统肯定就不知道 到底是用哪个程序来处理这样一个DeepLinks了 它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形式 弹出对话框 然后在对话框里面列出 所有能够处理这样一个DeepLinks的一个 应用的一个列表 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选取 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形式了 像左边我们给出的样式例就是我们的这个 事例里面用到这个一副的 自定义的Schema开头的一个DeepLinks 因为DeepLinks是可以支持我们的自定义这样的一个链接的 当然除了我们自定义的一些Schema的链接以外呢 在安卓系统里面其实是内置了一些它定义好的一个Schema 然后就可以用来构成这个系统内的Intent这样的事件 然后包括像JU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相关系的一个Schema 还有像文本信息相关一个类型的 那还有文件内容相关的Schema 还有一些像我们电话呀 短信这些相同的 都是我们安卓系统里面内置了 有一些固定的内容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它 这在我们的这个平时开发场景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当用我们去点击这个DeepLinks的时候 它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它可以直接指向到我们APP中的任意一个Activity 至于是哪一个Activity呢 就取决于这个Path是怎么样定义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关于餐厅的这样的一个APP 它里面有三个Activity 也包括我们的DeepLocationActivity DeliveryOptionsActivity 然后BotArtsActivity 三个页面 三个Activity 三个页面 然后当我们使用了这个 我们这个以左边视力一种 以Locations结尾的这样一个DeepLinks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直接跳转到这个LocationActivity 其实它这两个是我们会在配置文件里面进行一些配置 把它这个链接和我们这个Activity做一些直接的一些关联 就DeepLinks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APP里面的每个特殊的一个页面 DeepLinks除了我们是从APP外部进行跳转的时候 可以用到 其实我们在用Navigation这样的组件的时候 也是可以配置这个DeepLinks DeepLinks这个图上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LocationGraph 这样的可视化这个界面里面呢 它有一个DeepLinks这样的选项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配置 而且我们在用Navigation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内部页面跳转的时候 也是可以起这种新建Intel的这样的方式 去用这种DeepLinks的方式去进行页面的一个跳转的 不只是我们只有从APP外部进行 用DeepLinks进行跳转 在系统内部也是可以借助这个DeepLinks的配置 然后去进行一些跳转 刚才介绍的就是最外层的DeepLinks 然后我们会下一层看它内部这个WebLinks 它是什么情况 还是我们这三部分结构 然后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手机APP里面 就除了那些很多的文本 或者电话处理这些时间里面 我们可能更多的还会有一些Web这种请求 而且我们的APP在很多情况下也会有 除了手机端里面 可能还会有Web的 配套的一些Web的网站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用户 就不管我们的用户到底有没有装我们这个APP 我们其实都是可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链接的 因为我们分享链接的时候也不知道 我们这个你分享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装这个APP 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WebLinks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它的schema就是HTP开头 还有HTPS开头 然后它就只能以这两种 这种两种schema进行的开头 然后中间那个authority 就是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域名 然后PaaS这部分其实是可选的 主要是跟我们的网站的页面是有关系的 然后WebLinks 一般就是建议说我们在手机端用的WebLinks 我们的网页端用的WebLinks是同一套的 它们都会同样指导一个类似或者相同的页面 或者是一个地点 然后我们图上WebLinks 就跟刚才是一样的 它是HTPS开头的 它就可以列到一个所有餐厅的位置 这样一个页面上 然后就讲到了我们在这个安卓12里 它是一个有一些不处理不同的 所以说我们在从安卓12开始 就是所有的WebLinks 它都是会由浏览器打开的 像我们之前就说 它如果是我们任何一个APP 它们配了支持网页打开的时候 然后那个系统都会去弹出这样框 让你去进行选择 到底是用哪个APP 去打开这样一个浏览器和网页的内容 但是安卓12就不一样了 它是所有的这种内容 关键都是由浏览器进行打开的 除非就是网站 还有我们的这个APP应用里面 对这个链接配置的一种关联的关系 那这种其实这种关联关系 其实我们就是后面要讲到了这种 安卓的APP Link 它是需要这种关联关系的 这话说就算是安卓12一种改动 对在小于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今天也提到了 就是在我们的安卓12版本之前 这个链接如果说是有多个程序可以处理的话 系统就会底下弹出这样一个框 然后大家去进行一个选择链接 到底是用浏览器呢 还是用一个用程序来进行打开的 然后最后就讲到这个安卓的APP Link 就还是同样这个链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用到这个Deep Link 它里面是这三种类型 它用到这个链接跟我们网址 几乎是一样的对吧 它是用相当于是用到了这一套这种 网络的URI这样的一个体系结构 来做一个位置的一种跳转 它本身另一个就是一种位置的跳转 所以它就是借助这种一套系统 成熟的一种方式 来用在我们的手机中 来做同样的一些处理 而且我们用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这套系统是跟那个 外部端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可以一个URL打开 外部或者打开我们手机中的内容 都是可以一下实现的 就是一个连接 可以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打开 然后在这个APPLink里面 它这个SCHEMA 它因为它是WebLink的一种特立的 特殊一个结构或者字极 那它同样的 它的SCHEMA也只能是HTP或者HTPs 那后面这个Authority和Path 也是同样的一个功能 它跟那个WebLink有点不同的区别 就在于它是里面是加了一定的验证的功能 验证的功能 就是说我们可以验证我们的Link分析 这个Link到底是不是只能由我们这边 有个APP来打开 其他的APP是打开不了的 加了一个特殊的这种认证 而且这种APPLink的这种方式 在用户体验上也是最好的 因为它省去了中间那种谈创的过程 它是直达的 如果我们配置成功了之后 配置好的话 它是直接就跳到我们的手机APP里面去打开 直接是这样去做的 而且就是它一定能确保我们这个链接 当用户点击我们链接之后 一定是到我们的APP里面 不是去到别的APP里面 然后要想要创建一个Android的APPLink的话 我们就也是要说到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主要是靠这个Authority这样的一个属性 通过这样的一个属性的我们就可以设置我们的应用程序 会作为特定类型的Link的一个默认的一个处理程序 并且我们在除了在APP里面进行一些配置之外 我们还要去把我们的网站 还有我们的APP做一个关联 这种关联就会用到这种 IsetLinks.json这样的一个文件 而json是文件 而且它是要默日放在我们域名的跟路径下面的 这个VRNode这样的这个目录下 通过这样的一个配置的文件 就可以进行一定的这种验证 然后我们在用这个APPLink的时候 因为APPLink它一个好处在于 刚才也提到它的一个好处在于 我们同一个链接可以同时打开手机端 或者是外部端 对吧 但我们手机上如果一个链接点击 我们手机上是没有这个应用的时候 它可以默认就打开浏览器里面相应的这个页面 所以我们在用它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说 我们一定最好是给这个链接是有APP的页面 和外部页面是有配套的 因为有配套上 就可以支持当用户没有这个VP的时候 它可以在手机用暗器上直接跳转到 在web上的这个页面 我们就要讲一下 我们到时候用它 在什么时候会去用它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 主要是分为这几个步骤 主要是用第一个是我们的链接的一个分享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根据Path的这种参数 对它进行一些解析 然后显示相应的一些数据在我们的页面上 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场景 就是一种DeepLink的一种使用一个场景 当我们比如说我想跟我一个朋友吃饭 然后我来约了一个餐馆 然后说想让他看看餐馆这个菜单 到底合不合他的胃口 我怎么办呢 我就可以用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APP 然后把我们这个餐馆的菜单 是通过DeepLink的方式去分享出去 分享给我这个朋友 然后他打开这个通过这个链接 直接能打开餐馆这个菜单了 然后他就可以去看这菜单 到底合不合他的胃口 当他点击的时候 就我给他分享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装这个APP 那他如果说装我们的APP 就可以通过这个链接直接打开我们的APP来看 那如果说他没有装的话 就可能是打开这个web链接了 然后又比如说我想吃饭的时候 我还给他分一个七五折的一个优惠券 那我的朋友拿了优惠券那肯定很开心 在这时候我就需要把这个优惠券 通过链接的方式直接就去给他分享出去 他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直接在APP中去领取这样一个 六折券便宜在结账的时候就直接使用了 这是比方我们常见的这种 就Deep Link的时候的使用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抛砖引力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哪些场景我们都已经或多或少都用到了 这样的Deep Link这种方式在里面 其实我就想了一下 脑海中就有这种跑马灯那种感觉 就想了一下很多场景都已经有这种方式存在了 我稍微就我就顺手做了一些罗列 就可能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链接 会跳转到一个我们的购物APP里面的一个购物车里面 也可能是跳转到一部电影的一个页面 或者是一本书 甚至是这个本书里面的某一个章节 都是可以直接音跳转的 还可以跳转到一个电视剧的一部剧集里头 然后跳转到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里头 还可以是直接通过一链接打开开启一个视频 或者音频的一个电话电话会议 还可以跳转到一个事件热点事件里头 一个我们的车程或者一个火车票 还有个音乐会的一个页面 甚至是俱乐部或者是一个游戏的房间 加入一个游戏房间里头 可以一些奖项艺术品 就是很多很多 包括地理位置 还有我们的调查问卷 就是非常多的应用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身边很多地方都已经见到这样的应用 感觉我们都已经吸引违尝了是吧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墙以下 都是用手机操作更为多一些 因为手机毕竟非常的方便 我们既然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地方都用到Deep Link Deep Link 它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实验的一个业务价值在里面呢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去想一下 Deep Link的这样一个行业是什么 Deep Link 它是可以说是一个可以把用户带到我们手机应用的一个相关的页面上 并且让用户能在这个打开的页面上完成 他们想要的进行了一些操作的一个链接 那从而就避免了我们在开APP 然后执行一系列复杂的一个过程 才能到达我们想要的页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直接跳软式的一种设计 然后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朋友就问了 那到底这种样的设计在我们的Deep当中带来的价值是有哪一些东西呢 那首先它就是刚才讲到它是一种直达式的 并且是一种可以进行无缝衔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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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衔的一个设计 它在手机APP中 我们平时用手机会发现 手机APP中的这种用户体验体验的话 会比如在手机上打开 用暖气打开网站 这种用户的体验就要好太多了 如果说你想在对用户在手机上提供一个非常最佳的 非常加一个体验的话 还是最好的还是就是把它引导到 直接引导到我们的手机APP中进行那种操作 那第二种方式呢 业务的价值呢 就是可以为我们的应用带来这种增加流量 它可以就是说这种DeepLink 可以使用在很多的一个场景中 比如说市场营销 电子邮件 还有手机短信 如果我们能够带来的流量越多 也就是预示着 会有更多的这种用户在我们应用内进行购买结账 或者是消费这样的一个行为吧 我们的这个业务就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这种收益在里头 因为它使用的方式或者途径非常的多 其次用DeepLink的话是可以创造出这种各性化的这种用户的体验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DeepLink中传递一些比较适合APP增长的 而且是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指数的一些参数在里头的 以便为这种不同的用户提供更好的应用的一些体验 然后像谷歌在Play 让他们市场上进行过一些统计 就发现 DeepLink可以增加应用内部的一些注册 还有激活的一些行为 并且在某些的情况下 这个应用安装以后 安装应用以后 这个注册的用户几乎比以前就是翻了一番 就是有一个用户可能之前装了我不注册了 但是我们发现用了DeepLink的时候 它的注册效率反而会翻了一番 提到了很多 然后还发现就是如果用户通过DeepLink来 获知一个APP 我通过一个DeepLink来聊聊 这有这样一个APP存在 并且进行安装的话 这个APP在安装之后 它的存留距会大幅度增加 这也就意味着 每天至少使用我们APP一次的这种用户的数量 就几乎就翻倍了 就相当它用的我们次数多了 那可能就消费的次数几率会增加 通过这种个性化的这种用户体验 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然后最后可能还会有一点就是增加用户的这种粘性 然后提高我们APP的这种投资的回报率 也是在谷歌的这个play上的一些统计 就是用户被引导到这个APP里面 并进行这个用户操作的可能性是 被引导到相同的页面的手机网页版本上面的 这种操作的这种用户是两倍 因此对于这个用户和商家来说 他们的这个投入转化率都会高很多 因为我们的APP中的这种体验 会比手机网页页面的这种体验要好很多 你既然如果说能把用户引到我们的手机APP中进行操作 他会更好去方便去进行操作 愿意去操作 如果突然到手机的网页中 各种原因他直接就关掉 也不希望在原地上进行操作 对于用户来说他也省了时间 然后对于商家来说 他会获得这种用户既然你愿意操作 他这种转化率就会更高一些 那我们之前出的这几种特点 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一个人在这说 就是有没有什么事业案例来证明对吧 口说无凭 就我们看一下这个 谷歌的这个play市场上 那些使用了Deeplink的公司 他们的一些市场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也是我们从谷歌这种官方 他们获得到的一些信息来看到 Deeplink上对于他们这个业务 带来有一些巨大一些影响 你像第一个这样一个案例就是 讲的是这个shopee 它是在东南亚还有中国台湾地区 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子烧动的平台了 然后呢 谷歌这边呢他就发现 通过手机的这个APP的流量的转化呢 是网页的20倍 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是要在优先为他们的用户 提升APP内的这个购物的这种体验 更加便宜的体验 这是他们做的决策啊 然后呢就是为了能够在他们的手机网页 还有APP中能够提供一种直达式的 无奉险的这种用户的体验呢 他们的这个市场营销部门和他们的这种产品部门 就是一之同意要采取这个Deeplink的方式 并且最后是收到了比较令人惊讶的效果 在这个采用他们的这个Deeplink之前 大约有20%的购物的流量是来自于手机APP的 但现在呢 他们的有50%的购物流量是通过直接定向到APP内的链接 也就是说下单的数量是增加了126% 所以我是非常惊人的 其次第二个呢就是讲的是 这是一个机票查询和订阅的一个公司了 他为用户提供航班查询和机票购买这个功能 他们想的是啊就是能够找到一种图境来最大限度的利用 他们手机APP的搜索和广告展示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他们也采用了这个Deeplink 在采用Deeplink之后呢 就通过这种通过搜索活动带来这种转化率 Deeplink这种方式是占这种转化率总数21%了 都是来自于手机内部的页面 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转化的 可以说是APP的转化率就达到了网页的3.4倍 然后最后一个介绍的是这样是一个巴西的一个零售的公司 他们也是决定优先发展这个移动端的业务 因为他们在调研中发现移动端的业务 在他们中高端客户市场中是越来越受欢迎的 大家越来越愿意用手机进行一些操作 所以他们就也使用这种Deeplink 然后在使用Deeplink之后呢 然后通过APP的这个销售额就增长了109% 而且这种移动设备转化率提高了36% 移动端APP的这个总购买量增加了42% 这种效果都是非常惊人的 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就讲就是在我们用Deeplink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Deeplink的时候 他会分好一种类型吧 就为了徐东刚才也提到 就为了获得一个更加的一个用户体验 我们还是强烈建议使用原生的这种安卓的APP link 它不仅更加的这个安全也更加的具体 你直接就到你的APP 你能保证证明这个预的所有权是所属归属是正确的 不会被别人所篡改 然后其他的APP呢 是根本不可能声称它是拥有跟你相同这样的 因为我们去要进行校宴了 也不可能使用你这样一个链接了 然后他还提供了一种无缝的这种 用户的体验在我们的网页和APP中 使用这个同样的这个HTP的这种请求 保证了他们的内容 打探内容是一样的 即使没有安装这个APP的用户 也可以访问手机网页的版本 但要注意的是啊 这种无缝的衔接 虽然它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它不支持在自定义的这种schema的Deeplink中 使用这种方式它是不支持的 只能在APPlink中进行使用 就总结一下 就是说总之就是说我们在使用Deeplink的时候呢 能够获得更好的这种用户的体验和英文的粘性 如果我们为我们的APP提供更多的 越多的这种Deeplink用户的体验就会更好 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使用这种APPlink APPlink的方式 它因为它这种方式会比自定义的schema的这种方式会更好 它的用户体验会更好一些 然后我们就这时候要考虑到就我们之前说了这么多的好处 对吧 它带来的商业的价值和长相 那我们去如何去实现它呢 那我们在实验之前就要考虑一下我们在它这个link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原理 然后当我们用户去点击一个link的时候呢 就会自动调用一个URI的一个intern 并且这个安卓系统呢就会尝试去找能够处理并且解析这样一个链接的一个应用程序 就从这样的原理出发呢 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实现不同的这种能够让我们的APP处理的不同类型的这种Deeplink 首先我们还是先讲这个Deeplink 去如何去实现这个Deeplink呢 实现Deeplink就分三步 反正现在基本上很多东西应用都是一样的 就一个新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方便的使用 都会去刻意的说我们的东西都非常的好用 任何东西都是只需要三步 你就搞定了 你就能用 包括把大象装的冰箱也是分三步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实现Deeplink是哪 三步 那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就为需要处理的这个link 然后添加Intel的filter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为从那个传入的Intel中读取 我们的携带这个数据 然后第三步是对Deeplink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一下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第一步是在这个APP的Manifest中 去添加这个Intel的filter 这是底下这个代码是一个样例啊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是加一个Intelfilter 并且是将用户导航到我们的APP中的这个 LocationActivity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Intelfilter中的哪些元素 以及它们的用到哪些属性 在这个Action里面啊 我们使用了这个Action.View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对吧 它是用来为用户显示数据的 就是实现了这个Action的这个Activity 就可以为用户展示给定了一个数据 然后还匹配了啊 配置了一些这个Category 这Deepoint的Category呢 它是允许应用程序响应中隐式的Intelfilter 如果没有这个配置这个的话啊 只有当这个Intel的指定了你的应用的组件 云生的时候呢 Activity才能被启动 我们还包括另外一种这个Category 就是这个Broadable 是为了能够让这个Intelfilter呢 适配外部浏览器啊 就必须得配置这样一个类别 那如果没有它的话 在浏览器中点击一个链接 就是无法找到我们的应用程序的啊 最后加了一个Data这样的一个标记啊 它表示我们的Activity要响应的这个Segema的格式是什么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配置完了之后 我们这个Apple就可以去响应这样一个Intel 那我们当我们享用到这个Intel之后啊 就是一旦这个安卓系统通过这个Intelfilter 来启动了我们的Activity 我们就可以使用 Intel中它会写下的一些数据 来决定具体要在页面上去显示哪些内容 然后我们这块展示的代码啊 就是就也非常熟悉了 就是我们当我们这个Activity 在看看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获取这样的一个Intel的 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Intel的里面这个Action 和这个Data的一个组合 来从那个Intel里面获得我们享用的一些数据 并且在Action上进行一些展示 那我们的第三步啊 之前我们也配置了 我们也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了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测试一下我们的这个DeepLink 那我们去怎么测试的DeepLink呢 除了我们真的是人肉的手工呢 去发展点击这样链接以外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使用ADB 12脚本命令来进行一个测试的 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ADB的命令 来看给定了这个DeepLink里面 它能不能打开我们APP中的相应的这个对应的这个Activity 然后ADB中进行测试的话 我们这个灰体这五块的部分 被灰色背景这块是一个通用的这个语法的格式 这块要注意的就是说包明这部分 它对于影视的影响是可以省略的 那但对于显示的影响 它是必须要提供这样一个包明的 下面这个大雅字形就是一个实例 就是我们用这个ADB shell的这个命令的一种样例 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命令呢 去尝试打开包明为这个 com.example.food相关的一个APP 并且呢这个APP是以schema为example 这个food的URI相关联的 这是一个样例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DeepLink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如果要实现webLink 它跟DeepLink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其实我们在这个manifed 进行试试了之后呢 这个Intel就是能够自行处理这个APP 和DeepLink的这样连接了 那webLink它是DeepLink的一个子结 它的schema只能是HTB或者是HTPS 所以说它的实验方式跟DeepLink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在这个Intel的filter里面的schema这块 就必须得配置成HTTP 或者是HTPS才是可以的 而且如果我们想对它这个链接的域 作为一个验证的话 我们是可以在这个host这样的里面去把我们的这个域名加进去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data的host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域名进行验证 这块给出了一个事例的代码呢 就是会对这个我们这个APP呢 就是对这个负责的example.com的 它是这样一个域名的所有者 并且我们其实在这个网页端也是对它是有相应的一个想象的一个页面的 然后就这块我们要看 就是说我们做到这个验证这个事 就是讲到我们如果说一个用户去点击这样的一个 经过验证的一个安卓的APP link的时候 如果我们装了这样的一个应用 它就会立即打开 如果没有装的话 而且用户也没有配置另外一个应用程序 来作为处理这样一个类型的事件的一个 握刃的处理程序的话 这个链接就会在我们这个浏览器里面已经打开了 当然这也只是在安卓12里面会这样做 小一安卓12版本的话 它是会出现对话框的 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实践 这个安卓的APP这样一个link 它基本上是在之前 Deeplink和Weblink的基础上 应该是Weblink的基础上 执行了一些额外的一些步骤 因为它也是 schema也是HTP和HTBS 所以它是前面步骤跟那个Weblink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说是要在 在里面加一些额外的属性 就是这个AutoVerify 还有做一些关联的一些 关联关系的一些配置声明 然后我们看第四步 那第四步呢 嗯 就是说我们想在这个 APPlink里面添加对 URL这样一个验证的功能 就需要在这个Internet Flutter里面 去做一个 AutoVerify等于True 这样的一个配置 并且是在那个schema里面是配置成了HTPP和HTPS 并且是配置于我们的 后色这样一个属性的 它这些都进行一些限定 然后第五步嘛 就是要声明我们的APP和网站之间的这种 关联的关系 啊 它是通过一个放置在这个 就我们左边这个蓝色字下面这个 黑色的URL里面 这个链接的文件是来处理的 啊 这个IssetLinks.json的文件是必须 在网站上您发布的 它是用来 啊 声明和验证 我们的APP的URL Intent 是不是和网站 我们的网站相关联的 啊 图上下面给出的这个 啊 Json的文件呢 它是为这个 包名为 啊 com.example.joinfo 这样的APP 进行了一个授权 啊 啊 赋予了它打开Link的一个权限 并且下面是对配置了一个 验证的一个指纹 它这个指纹呢 验证的指纹也必须和 APP发布的这个 签名的这个指纹是保持一致的 当然说我们这个 release版本的这个指纹 我们还可以配置 我们debug版本的这样的指纹 用来进行测试啊 当然这个这个签名的指纹呢 那必须都是大型 这是一个 我们这样一个 ISLinx 在Json的这样一个 量力的文件 然后其实我们 执行完前面的五步之后 最后就是我们进行 如何去啊 对这个APP Linx 进行一些验证 进行一些测试 测试 首先就是确保我们这个 啊 关联关系 已经配置完毕 并且把我们的Json文件 也碰到了一个正确的位置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APP 装到我们的设备上 然后在安装的过程中呢 他可能就要去进行一些 花一些时间 进行一些验证 啊 然后呢 我们装好之后 就可以用我们给出的 这样的一个AB的 脚本命令 进行一些检查了 就是检查系统能否对 我们的APP进行验证 并且设置了正确的链接处理 一个策略 当然除了我们用ADB以外 谷歌他这边也在他们的网站上 ADS网站上 也提供了一些DeepLink的验证工具 来让用户进行一些测试的 看看这个DeepLink到底能不能 正常的一个工作 就包括他们提供的DeepLink Validator 还有这个在这个Play Developer Console 页面上 也提供了一个新的面 让大家可以进行一些验证 当然这都是需要宽墙的 你们不是随便那么容易 就能够去跟上打开进行使用 上面我们就大概讲解了 DeepLink去在我们的APP中去如何实现 那我们还要去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 简单的讲解一下 我们在使用或者实现这个DeepLink的时候 可以遵循哪一些最佳实践 通过这些最佳的实践 来提高用户的体验 那我们第一个最佳实验呢 就是DeepLink呢 它应该是将用户 直接带到对应的页面 内容的页面了 而不需要任何的提示 或者是过度的页面 或者是任何的动物流程 它可以说就是一种非常直接式的 用户也的它的用户的期望 也是通过这样的链接 直接能够到达它想要的一个页面 这是他们用户非常常见的一种期望 所以说我们就应该满足用户上的期望 是直接到达的 而不是中间有过多种复杂流程在里头 然后第二个呢 是确保用户是能够看到 我们APP里面的内容呢 即使它很久很久都没有打开过 我们这个应用程序了 但是一旦它要通过我们的链接 去打开这种可能是旧完美的 这个应用程序的时候 我们应该还是要能够支持这样的页面显示的 可能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版本升级 它又不支持这样的链接 那体验就会非常的差 然后呢 如果说确实需要通过登录的界面 或者是引导流程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 enboarding这样的一个引导的流程 来提示用户的话 我们也是要尽量去考虑能不能把这种 交互的这种操作延迟来执行 延迟来提示 就直到这个用户他在没有使用Deep Link 打开APP的时候来执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在图上右边这个图是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要分享一个优惠券 或者是一个优惠信息的时候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是想打开APP里面的 某一个页面 它直接领取或者是展示APP中的一个页面 但是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操作 是需要一个登录的流程 确实我们需要这样登录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在它跳转的时候 还是直接跳转到我们的手机上的一个页面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登录这个流程的 而是我们给出了它一个登录的按钮 一些文字的提示 够它这样的信息 它可以通过这样登录的方式来获取这样的一个资源 可以说是延迟执行的这样登录过程 而不是我点链接先来的登录页面 你先登录 登录完了再跳转到相应的这种优惠的页面 不是这样的吧 就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这样交互的方式在里头 然后最后一个要考虑的一点 就加一个时间一点就是 我们当用户通过Deep Link打开我们的APP之后 然后这时候用户它其实是可以点击 因为安卓它比较特殊 它是有back键的 就不管是实体键还是虚拟键 还是手势 它都是可以去 类似于做到返回这样一个执行的操作的 它按back键的时候 它到底它的期望是什么呢 对吧 我们要考虑到用户点back键 它的期望到底是直接退出我们的APP 返回到我们链接跳转的这样的一个网页 还是说我们按back键之后 它跳转到APP中的上一级的菜单的页面 这是我们要进行一些细致的考虑 像我们在分析业务的时候 去把它考虑清楚的 这个是我们提到的 关于使用DeepLink的一些作家实验 最后就是我们制作家实验也有了 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安全性的方面的一些提示 给大家提示到 我们在用DeepLink它确实很好用 也很方便对吧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在里头 因为比如说在安卓12之前 如果你有一个没有通过验证的link被点击到 的话系统就会为这些APP 这些link去弹出这样的对话框 让你去选择应用哪一个APP 能够处理这些link 这个时候用户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对话框 然后点击之后 点击那种在manifest文件里面 只要对link进行升红之后 就可以处理这些link的应用了 可能就不是我们的应用了 既然能够通过我们的链接 把他其他的应用 那势必会为用户 带来一些企业的风险在里头 就是我们要对APP APP link做一些验证 而且我们非常建议 大家使用这个APP link的方式 来进行跳转的原因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在里头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讲 我们在生成还有敏感信息的link 一定要非常小心了 如果说我们确实需要在URL中包含一些敏感的信息 就可以考虑一些使用这种没有意义的token 并且当我们不需要这些token的时候 能够直接可以让这些token直接失效 就不要在我们的链接中挂上很多的敏感信息在里头 然后第三种呢 第三种情况就是说 就是我们的用户可以在自己的设备上 执行各种奇怪的操作 有种奇怪的操作 就是非常规定的操作 它可以 其实是可以改变我们link的处理这个行为的 也就是说 我们link在跳转的时候 它是可以被其他的APP 或者是浏览器进行捕获的 就拦截或者捕获的 之后就可以把这样一个link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可以复制粘贴到任何的一个地方 然后进行做一些处理 那确保我们在设计我们的link的时候呢 也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它采取一些策略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讲的是 我们在APP中的一个链接 在我们的APP中 会使用一个deeplink这个链接 它的操作呢 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 我们点了一个链接 它会跳转到我们的APP之外的 其他的应用或其他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明确的 告诉通知到用户 你现在要离开我们的APP了 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用户 避免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这就是这种像跳转到外部 APP它就属于一种副作用 所以当我们出现这样的副作用的时候 就一定要去用明确的信息 给用户进行一些提示 并且要考虑到这种副作用 对它进行一些处理 对那这以上呢 就是我们关于安全性的一些提示 好了我们今天关于DeepLink的分享 就已经全部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现在就可以提了 可以提那我这边也看一下 大家在这边有些问题 我看一下稍微多点时间 我先看一下 有朋友就问了跟URL 这个Sigma有什么区别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区别不大 就用URL schema这样一种方式 然后我们是可以在用到手机状态中 它可以说有区别在于 它可以自定义这个Sigma 除了我们网页上用URL 不都是HTP或者HTPS吗 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WebLink 这样的形式 WebLink和APPLink的形式 因为我们WebLink和HTPLink 用套用这种网页的这种网站上 网页平时用的Sigma的话 它可以支持这种无缝的跳转 如果我们没有APP 它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跳转到我们的网站上 如果自定义的话 就可以做一些更多的处理 就可以调用我们手机系统里面的一些 内建的一些功能 通过自定义的方式来定 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自定义这种Sigma 是定义我们APP自由的这种形式 然后其他的这种APP 它可能就不会使用这种Sigma的模式 再看一下其他的问题 这个DeepLink是APP冒号斜线开头 这样其实不是 DeepLink它可以以任何的这个Sigma开头 除了APP冒号以外 还可以用什么GU地理信息 或者是我们的HTP 或者ATVGS 这样开头都是可以的 它只要符合我们的UI 它这样的一个规范 格式规范就可以了 没有安装打开哪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就是我们讲到 当一个UI 我们没有去一个APP去支持它 那它就会在安卓12里面 就会去直接打开一个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就是它打开的这个链接 就是你DeepLink去挂的这个链接 可以说是你在APP里面和网页中 其实打开链接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刚才就一直在强调 我们建议就是在我们的APP页面 支持这个DeepLink的同时 在我们的网配套网站上 然后对同样的链接做一个支持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进行一个无缝的这种衔接 或者是跳转 不管是它有没有装APP 都可以打开这样的一个页面 只不过是打开的方式不同 一种是在手机内打 手机应用内打开 一种是通我们的手机软器 打开这样的页面 对DeepLink它确实是跟包面有关系 它是跟我们中间那个authority这样一个 你的域名的配置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这是唯一的 可以认为是唯一的身份的一个认证的一个过程 这个DeepLink是可以配置多个的 你可以配置很多的DeepLink在里面 而且我们也讲到 你这个DeepLink在应用里面 你的DeepLink配置的越多 你的引流或者是你大家的效果 跟用户体验就会更好一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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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默认的这种打开的应用 其实在我们的安卓系统里面 它是会有一些设置的 就是我们不同品牌的手机里面 它会也有一些页面去对这个默认的这种应用 配置它的这种默认打开哪些哪些格式的工型 是会有一些配置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接下来的分享就到这结束了 那我现在是 我们还有抽奖环节是吧 还有抽奖环节 那我现在就抽几名 我的幸运观众来得到这样的一个礼品 那第一个是这个NY ANKI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昵称的一个朋友 NY ANKI 对 然后第二个是0123郭小 0123郭小 对 然后那个第三个呢 是这个没有脑袋的叶白桑 明白挺有意思啊 没有脑袋的叶白桑 然后第四个朋友是认真学习BO 认真学习BO 认真学习BO 好 那我们的这个幸运观众就 就到这就已经抽完了 那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会跟大家进行联系的 大家也会要给他们提供他们的详细的地址 然后我们在疫情的情况下是给大家进行一个邮寄 好了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已经结束了 那谢谢大家 教会员主持人 教会员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